接下来我们要来学习Request模块里面的Session如何使用 以及Cookie如何处理 那么在学习这部内容之前 首先我们得必须得清楚 就是Cookie和Session到底有什么区别 这部内容我们是不是在昨天的课程里面 是不是也给大家讲过 Cookie它存在浏览器上面 Session存在服务器上面 由于Cookie存在浏览器上面 所以它不是特别安全 因为我们能够看到里面内容 那由于Cookie 由于Session存在对方服务上面 所以说它可能会更安全一些 但是当我们访问量比较多的时候 它肯定也会占用服务器的性能 对不对 那么一个人存一点Cookie 那么有10万个人一个人 对吧 那个Session会认为越多 就占用服务器的性能 非常好理解 对不对 那么Cookie它由于保存在 我们自己的浏览器上面 所以它保存的数据不能超过4K 就是它存储数据的上限是有限制的 很多浏览器也限制一个占领 最多保存20个Cookie在浏览器里面 在本地 这可以理解吧 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昨天也讲过这样一个例子 就是说如果说一个人 这个技术不是特别溜 导致他存了10个G的Cookie在我们本地 那肯定是不被允许的 对吧 所以说存储数Cookie的上限 肯定是会有的 不然的话 这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bug 对吧 这种bug 其实很多时候都会遇见 比如说前段时间的时候 我自己在家里装个 给另外一个皮基本 装一个Win10操作系统 那么没有鼠标 中文版在装系统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用不了 但是呢 在装系统的什么 里面有一些地方需要我勾选 同意什么协议 得给那个框框打上一个勾 对吧 那这个时候我也没有鼠标 中文版就不能用 那我怎么给这个框框打上一个勾呢 对吧 怎么办呀 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 就Windows作为这么大一个公司 对不对 如果说他让我们去安装个操作系统 就是由于我们的这个鼠标不能用 或者出门版不能用 而导致这个框框勾选不上 这是不是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bug呀 所以是这种bug呢 是不应该存在的 就像我们在这个地方 Cookie不可能存得太多一样 那为了解决刚刚所说的那个问题 其实非常简单 它肯定对对有个快捷键 能够让我们能够选中那个 复选框对不对 那快捷键是什么呢 不清楚 OK怎么办呢 瞎一通就好了对不对 然后呢我就瞎了一通 就选中了 对吧 因为当时我就是想到 这个不可能有这么明显的bug 它肯定是有某种方式 能够让我们选中这个风险框的 对不对 只不过我们不知道是什么 随便按就按出来了 对吧 所以在这里呢也是一样的 在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注意了 Cookie和Session的区别 全部是根据Cookie存放在客户端 客户的浏览器上面 Session存放在对方的服务上面 给这两个地方呢 插眼演员出来的 由于它存在浏览器上面 所以不安全 由于它存在服务上 所以更安全 但是会占用性能 对不对 由于它存在浏览器上面 所以说呢 它存在上限的 肯定是不会特别多的 肯定是有限制的 对不对 这是Cookie和Session的区别 那么为什么 我们在叫爬虫的时候呢 来提这个Cookie和Session呢 肯定是 我们带上Cookie和Session 在浏览器里面 在我们的爬虫里面 是出于某些特殊的用途 那比如说呢 我们带上Cookie和Session的时候呢 为了访问到 能够 必须通过登录 才能访问的一些页面 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必须得带上Cookie 才能请求成功呀 那么除了这一点之外呢 我们前面也提过 很多时候 我们在浏览器里面 访问一个网站 浏览器自动会 把我们Cookie带上 对不对 那所以说呢 对方也会通过 我们是否带有Cookie 来判断我们是否有个爬虫 如果我们没有带Cookie 我们请求一次两次 可能对方 并不会识别我们是个爬虫 那么请求 陈天上万次的时候呢 都把这个Cookie再带上的时候呢 对方的服务器 就能判断出来 我们平常的访问 那么有网站 还没有带Cookie 那肯定就是一个爬虫了 对不对 但是呢 也有另外一个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 带上Cookie 可能是有一些弊端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很多网站 比如说京东淘宝 这些网站呢 我们不带Cookie的时候呢 我们就能够寻用成功 对不对 那么为什么还要带上Cookie呢 对吧 这个时候是不是有这样一个 有这样一种理解呀 比如说当当和这些网站 京东这些网站 不用带Cookie 才能成功 我们非要带上Cookie 那么带上Cookie 为什么又不好了呢 因为我们一套Cookie呢 往往对的是一个人的用户信息 对不对 我们反复拿着一个人的信息 去请问对方的网站 对方的服务器 是不是也能够识别出来 我们是一个人在请求呀 而不是多人在请求 也能把我们识别为一个爬虫呀 对不对 因为一个人 我们请的速度呢 和我们前面讲带的IP一样 不可能特别快 如果太快的话呢 或者太多的时候呢 对方的服务器呢 就有非常大的可能性 把我们识别为一个爬虫 对不对 这地方可以理解吧 那这个时候呢 可能大家会有一个疑问 我们前面说你带上Cookie 别人会帮你10W一个爬虫 你不带Cookie 对方也能够帮你10W一个爬虫 对吧 那我到底该带还是不带呢 对吧 这时候呢就需要注意到 这个每个网站是不一样的 我们不能迎宰而论 对吧 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非常完美的那种方式 就是先去尝试 如果发现我们Cookie并不影响 那我们之后呢 就不用带Cookie了 如果发现Cookie影响的话呢 我们还想请求速度非常快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 我们就应该准备一堆的 用户名和密码 你解吗 每个用户名 不是能够对应到 他们自己的Cookie吗 对不对 我们准备一堆的用户名和密码 是不是就能够有一堆的用户的Cookie了呀 我们每次在请的时候 就拿着不同的Cookie去发送请求 是不是就能够 请求成功对方的这个网站呀 那么刚刚说了一个概念 就是 哪一堆的Cookie 就是鞋 我们写下 鞋带Cookie 请求 我们刚刚所说的携带Cookie 进行 请求 一堆Cookie 进行求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Cookie组成一个什么样 组成 一个Cookie池 对不对 是不是一样的呀 池 池 和前面一样的 我们准备一堆IP组成一个IP池 准备一堆Cookie组成一个Cookie池 是吧 那后面也是一样的 可能会遇到这个问题 如何让随机的选择一个Cookie去用 对不对 我们有一堆Cookie肯定我们不能每次都用一个Cookie了 对不对 我们肯定要随机 对吧 那随机的时候呢 也可能也是一样的 我们要让使用数数比较少的Cookie呢 更大的可能性会不会用到 那也是这个样子 对吧 然后Cookie组成一个字典 然后呢 排序 选择 选择较少的10个IP 10个Cookie来使用 对不对 那后面这个也是一样 可能在我们在某次使用Cookie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这个Cookie呢 拿了之后 我们不能够汇到正常数据了 或者发现它重立项 对不对 就都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呀 Cookie已经过期了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应该干什么呀 重新的再拿着这个账号 重新的去请求一遍 对应的网址 重新的获取对应的Cookie 是不是该做这个事情呀 那这个东西呢 我们放到后面再去提 这里大家只需要有些概念就可以了 那所以说呢 在这里 就请到这样一点 不需要Cookie的时候呢 我们尽量不去使用Cookie 然后呢 如果说实在是需要Cookie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多套Cookie 来不停的去请求对方的网址 来切换的Cookie 去请求对方的网址 这样可能更好一些 但是在某些页面呢 我们可能会 可能是需要登录的那些页面 我们这种页面呢 就必须带上Cookie了 没有其他办法 对不对 那么在我们的request这个模块里面 到底我们该如何来 处理Cookie和设计前方的内容 也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一个内容 就是 request呢 它提供了一个叫做 session的这样一个类 session这个类呢 我们是request提供的 我们只用先实力化一下它 然后呢 使用这个session 去发动请求就完事了 session具有的方法 和我们request具有的方法呢 是一模一样的 这里呢 我们再来说 session能够帮助我们实现 客户端和服务端的汇化保持 这个汇化保持的一个方面 就是什么呢 这个session呢 能够帮助我们保持 客户端 存在我们本身的cookie 我们先使用这个session发送请求 那么下一次 我们再使用之前 请求过的 某个u2席这个session 去发送请求的时候呢 就可以带上 之前的cookie了 这地方可以理解吗 比如说我们先使用session 发送一次post的请求 对方服务器是不是会在 北京市的cookie啊 那么下次再使用这个session 再去请求一个 登陆之后才能请求的u2地址 那这个时候 是不是就可以请求成功了呀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session里面 保存的有 之前对方服务器 是在其中的cookie 对吧 这个session清楚吗 如果大家不清楚的话 我们来写一下 就是这个 我们 请求 登陆之后的 网站 思路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先想 浏览器是什么样子的 浏览器 它是不是 先去 请求 我们先登陆 对吧 我们登陆这个块就不说了 登陆这个块之后呢 我们重新的开一下 这个页面 重新的再说一遍 登陆之后才能 访问那些u2地址 是不是它先把 我们本的cookie 给带上了 带上一起之后呢 把这个请求 发送到对方的服务器上面去 对方服务器 检测我们的cookie 发现cookie是登陆成功的 是登陆之后的cookie 所以它给我们返回一个 登陆之后的页面 对不对 那为什么呢 因为浏览器在请的时候呢 它自动的把 之前登陆过的cookie 带上了 对不对 那所以在这个 在代码里面呢 也是一样 我们也可以通过 通过某种方式 把之前登陆成功之后的cookie 给它带上就好了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session 帮助我们做的 所以首先呢 我们可以实力化session 然后呢 先使用session 发送请求登陆网站 把cookie呢 保存在session中 那么之后呢 再使用session 请求对应的网站 就是这个对应的网站 就是登陆之后 才能访问的网站 那么这个时候呢 session能够 我这里所说的session 都是这个地方所说的 request的实力之后的 一个session啊 并不是我们 存在服务端那个session 大家区别一下 session能够 自动的携带 登陆 成功时 保存在其中的cookie 进行请求 这地方可以理解吗 先发送一次请求 登陆网站 然后把cookie保存在session中 那下一次呢 再使用session 请求登陆之后 才能访问网站 那么这个时候呢 session能够自动的 携带之前登陆成功的时候呢 保存在其中的cookie 然后进行请求 那这个时候 对方服务器就能够识别出来 原来你登陆成功了 登陆过了 然后呢 我们就能够正常的 拿到这个响应 就算是清楚吧 写一下 使用 request 提供的session 内 来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结合这个人人网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例子是什么样子的 人人网呢 大家经常上过吗 上过对吧 这是一个直播网站 看来大家都比较喜欢看直播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输入用户名码 密码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这样一个直播呀 直播网站哈 这里呢 这个地址呢 是我们登陆之后的 个人主要的一个地址 这个地址呢 如果说我们直接 我们直接进行 请求是不会成功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新建一个女神标签 直接请求这个地址 我们会发现 它直接进行的跳转 跳转到了登陆页面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地址呢 只有登陆成功才能访问 那么下面呢 我们可以以人人网这个例子来看一下 如何发送这个请求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先 这个post的地址呢 在这个地方 post的数据在这个地方 我们先不去管它 这个地址怎么找的 这个数据怎么找的 我们先来做一下这个尝试 来看一下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新建一个py文件 把它叫做06 就是nogin 人人 我们也是一样的import一下request 这代表很简单 我们直接写 然后呢 我们 ur 我们先实力化一个session 对吧 session 对于request 第2session 实力化之后呢 我们使用session 去get一个ur地址 我说的post 发送post的请求 那么post的地址是什么呢 我们写在这里 post的ur 是它 对不对 大家能够知道post的ur地址是什么意思 对吧 就是我们发送请求的ur地址 对吧 那么还有post的data 对不对 发送请求的时候呢 写在的数据 对吧 把它带上 放到这里来 那么这里发送一个请求 叫post的ur 然后呢data 等于post的data 对不对 然后呢 还要加个headers 对吧 那headers没有 那我们就找一个headers 等于 一个headers 我们把之前的headers 复制一下 用一下 就这个地方的 就这个样子 对不对 然后呢headers 等于headers 我们请求成功之后呢 对方的服务器就会把session 就会把cookie保存在session中 对不对 这是使用session 发送post的请求cookie保存在其中 那么下一次呢 我们再使用session进行请求登录之后才能访问的地址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session 叫get 我们请求一下刚刚的个人主页 如果它能成功 说明我们就能请求成功 如果不行的话呢 说明就不行了 对不对 把headers也带上 headers 对于headers 对吧 我们用R呢 响应的接收一下这个响应 那么前面这个响应 为什么不用接收呢 因为我们只是想要保存一下cookie在 保存一下cookie在session里面 对不对 所以是没有必要 接受它那个响应的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响应呢 保存在我们本地 如果我们发现这个响应里面呢 有我们想要的这个用户的信息 我们说明登录成功了 如果没有的话呢 说明登录失败了 对不对 保存页面 那就是位置 open 比如说我们叫人人1.hg前面 然后达人放入写入 然后osf f.write 然后r.content 在decode 对吧 跑下程序看一下结果 这地方估计也会报错 什么问题啊 什么问题啊 这个错误 刚刚是不是见到过呀 该怎么解决呀 incoding.tf.g8就好了 对不对 重新跑一下程序 就这个样子 我看一下人人望 是不是就有 是不是就有 用户名在这个地方呀 看见了吧 用户名哈 在这个地方 那么 这是一种思路 这是一种方案 这种方案呢 非常简单 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呢 因为我们刚刚也讲过 我们使用session 进了一次post的请求 这种cookie呢 已经绑在session里面了 我们再使用session 进了请求的时候呢 请求一个登录之后 才能放入页面的时候呢 它会自动带上 这种cookie 那大家这个时候可以发现 当我们使用session 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其实 我们没有接触到 任何关于cookie的任何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呢 都是 session这个模块 帮助我们自动处理的 是不是 所以说它做了一次 非常高级的封装 我们不用管它多的内容 自动的使用session 就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后续呢 大家也是一样 可以用它来进行这个模式登录 然后后续呢 再用它来访问登录之后 才能访问那些页面 都是非常合适的 那么 在浏览器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 浏览器 请求这个URL地址 大家可以看到 当前我请的这个URL地址的时候 它并没有带上 并没有发送Post的请求 是不是 为什么 对方服务器认为 我这个请求是登录之后的呢 为什么它给我反映一个 登录之后的页面呢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是不是因为我们 带上这个cookie了呀 那是不是我们在代码里面 只要在headers里面 填一个cookie这样一个键 把它cookie放进去 我们也能登录成功了 是不是也可以登录成功呀 我们可以来做一下尝试 尝试什么呢 前面headers里面 我们就放了一个就是agent 那么下面呢 我们把cookie也放进去 然后把这个值呢 也放进去 放进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是否我们不再进行Post的登录请求 直接把cookie拿回去用一用 看能不能登录成功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新建一个py文件 07 人人 挪个金人人 我们把这件代码 复着过来改一改 很像哈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它删了 这也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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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session呢 就不再是session 就是request 的get了 对不对 那只不过在这里面呢 我们还需要加一个字段 这个字段呢 是cookie 对的值呢 是这样一长串 我们复着过去 针天到这里 对吧 cookie也有了 那么这里呢 我们保存到人人二里面去 是吧 带上这个cater 发送一个请求 看一下 里面是否有运航名 如果有的话 说明成功了 如果没有 那就是失败了 对不对 重新跑一面程序 看一下结果 人人二 是不是也是有的呀 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什么呢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没有必要 像前面那样 直接去发送Post的请求 再使用Post的请求 之后的cookie来登录 我们可以直接 去找一些cookie来进行登录 对不对 比如说从浏览器里面 复制cookie来进行登录 那这个时候 就这样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们在哪些情况下 能够直接使用cookie来进行登录 哪些情况下 能够直接使用cookie 或者说 哪些情况 我们会像刚刚这个样子 去拿对那cookie 放在代码里面 放在hater里面去用的 这个地方我写一下 不发送 Post的请求 使用cookie 使用cookie 获取登录后的页面 首先比如最简单的 这个cookie过去时间很久的 过期时间 很长的网站 哪些网站会过去时间很长呢 常见一些比如说政府的这些网站 对不对 还有什么呢 学校的那些网站 做到比较难的这些网站 除了互联网公司之外 其他网站 对不对 可能他们对cookie这一块 或者对网站这一块 我会不是特别好 所以他cookie过去时间 可能会很长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没有必要再进行 先发什么Post登录了 对不对 我们直接复制一段cookie 就能用 对不对 这一个方面 那还有另外一个情况 就是什么呢 在cookie过期之前 能够拿到所有的数据 那cookie过去时间之前 能拿到所有数据 这个应该也是非常好理解 对不对 我们只不过在下一次程序 重新跑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去代码里面呢 更新一下这个cookie 那这样做的话呢 比较麻烦 对不对 但是这也是可以的 那么还有第三种情况 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配合 其他程序一起使用 另一个程序 专门 获取cookie 当前程序 专门 请求 页面 这个是不是也是可以的呀 我们用另外一个程序 专门去获取cookie 然后呢 比如说 我们有100个账号 我们用另外一个程序 专门来做这个 Moraytonore这个事情 来做Post请求这个事情 Post请求之后呢 对呢 就有100个cookie 对不对 我们可以把这100个cookie 存到我们本地 或者存到我们的数据库里面去 那存到之后呢 我们在当前这样一个程序里面 专门就从数据库里面 读cookie出来 读到之后呢 把它放到这里来 用就可以了 对不对 每次也是一样的 随即读一个出来就好了 能理解吗 那比如说在后面呢 我们可能会学一些 其他的工具 那么其他的工具呢 可能在进行登陆的时候 非常方便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使用其他的工具 来进行登陆 我们这个地方呢 只来进行请求 登陆之后的页面就可以了 能理解吗 只不过在每次请求的时候呢 我们换一个cookie就好了 对不对 这个地方能理解吗 什么意思吧 配合其他程序一起使用 其他程序专门会有cookie 当前程序专门请求页面 能理解对吧 那么刚刚呢 我们在headers里面 添加了这样一个 字符串请求的cookie 来进行的模拟的诺 来进行的 这个不掉模拟的登陆 来进行的请求了 登陆之后才能访问的页面 对不对 那么其实呢 这个cookie不仅仅可以 放到这个地方 还可以放到哪呢 还可以在get里面 添加一个参数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 cookie参数来接收 一个字典形式的cookie 和我们之前headers params data一样 字典形式就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有一个问题 这个字典形式的cookie 它的建设是什么 值又是什么呢 建设是什么呀 我们知道这是一勺cookie 对不对 这是一勺对吧 这是一勺 它们是用封号隔开的 对不对 那肯定等号前面就是键 等号后面就是值了 对不对 等号前面是cookie的name 等号后面的呢 是cookie的value 对不对 所以到时候呢 我们只要把这个字符串呢 转换这个字典形式就好了 那问题又来了 如何把这个字符串 转换这个字典形式呢 想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先建设一个p1文件 08 knockin 任任 这里我们不放到这里的 把这个给删掉哈 这个去换 这个换是没有的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不再 用别人来保存一下 对吧 是这个样子 如何把这个字符串 转换一个字典呀 这个字符串 转换一个字典 怎么转换呀 是不是可以用字典推导式呀 字典推导式 冒号 字典推导式前面讲过吗 和列表推导式是一样的哈 那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 字典推导式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这个样子 冒号前面是键 冒号后面是值对不对 然后4i in range 10 或者分range100哈 写了100写个10吧 这里我们放i 这呢 i加10 对呢 这个字典里面就有10个键了 对不对 10个值10个键了对 就这个样子的 分别是0对的10 是吧 那如果呢 我们希望这个i 在部分的变化 我们这里对那个b 也是可以这样子的 是不是一样的呀 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 生成一堆的键了对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呢 也是一样 我们可以干什么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cookie字符串 按照封号加空格 进行切割 对不对 那4i in cookie 叫split 分号空格进行切割 得到这个什么结果呀 这是个什么结果呀 字符串操作就不会吗 列表对不对 看来还有人会记得吧 大家平时来敲什么代码呢 字符串都不用 这是个列表 我们便利它 i呢 分别是列表中的每个元素 先是它 再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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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什么作为键呢 是不是add等号前面 这部分作为键呀 那这个时候我们 还要再切割一下 对不对 再split 等号进行split 取定0个 是不是就好了呀 那么后面呢 就是add split 按照等号后面的进行切割 是不是就好了呀 那得到这两个字眼了 对不对 然后就完事了 我们可以在这里print一下cookcase 让大家看一下这个cookcase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也是一样 我们把它传给cookcase 它让我们来接收 然后等于cookcase 然后这里我们写成人人3 跑下程序 看一下结果 大家看一下 这就刚刚我们通过字典推导式 创造出来的这样一个字典 就是这样子的 这是键 这是指 键 指 对不对 那可能有同学在问 好像这个顺序 和我们这个字符串的顺序 不太一样呀 字典是无序的 对不对 所以后续不要再说字典里面的顺序 这一回事了 字典里面内容是无序的 因为它和一个几个很像 都是用大块和扩起来的 集合呢 是无序的 字典也是无序的 对吧 那么这是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通过字典推导式来做这个事情 关于字典推导式呢 等一下再说哈 我们先看这个人人3里面的内容 是否都成功的会计到了 是不是就有了呀 说明我们通过库序参数来 接收4.0的库序的话呢 也是能够增增成功的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库序这个内容放到这里来 这关于是字典推导式 还有列表推导式 我们把这两行都放过来哈 大家可以扣到手来看一下这个内容 自己可以尝尝来写一下 然后呢 还有这样一个列表推导式 列表推导式呢 是我们刚刚在讲这个地方用过的 对不对 百度贴吧那个扒虫里面用过 然后我们也把它放到这个地方来 那么在这里呢 大家就需要总结一下了 刚刚我们讲的三种方式 对不对 获取 登录后的页面的三种方式 那三种呀 第一种 实力化 发Session 使用Session 发Post的请求 对不对 再使用它 获取登录后的页面 对不对 那么第二个呢 Headers 中 添加Cookie 键 放入 直为 字符串 形式的Cookie 直为Cookie字符串对不对 我们刚刚是不是讲过这个呀 我们最后一个讲的是什么呀 在请求方法中 添加Cookie 此参数 接收 字典形式的Cookie 对不对 那字典形式的Cookie的键和值分别是什么呀 字典形式的Cookie的键和值分别是什么呀 键是Cookie的Name 还记得吧 值是Cookie的Value 对不对 还记得吧 我们Name和Value在哪看到呀 是不是刚刚我们在之前我们在这个Cookie字这个地方看到了呀 这是Name键 就是Value值这个键 这是Value对的值 这是Name对的值 对不对 那就是我们刚刚在那里写的就是 键是Name对的值 值呢是Cookie的Value对的值 对不对 这个样子哈 这是我们来 获取登录之后原本三种方式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还有点内容没有讲 什么内容呢 就是关于这个地方 这个URG是从哪找的 这个POST的数据从哪找的 对不对 这个内容呢 我们放到下节课看大家的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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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